我們今天上課上一天 應該是都有去想到 做學生的時代也要參加 比較辛苦 不過這個辛苦 今天 我要來跟大家 可以做一個分享的就是 我們站在這塊臺灣 站在這塊都市面上 到底有多少東西 哪像紅片 因為我當年 像紅片在這塊臺灣 在這塊臺灣開始 還讓我們教導說 我們要繼續把我們後一台這樣騙下去 不過如果一台一台一直騙下去 我想我們的生活變成什麼樣 可能 片到六月 我們不知道自己最重要 就是說 我們到底有什麼人 我們都不知道 請問我們如果不知道 我們一位的人這個要緊嗎 很要緊 有的人會想說 那沒關係啦 反正什麼人也一樣 反正不是都要做 也是要做要緊張 這樣人類才可以開始生活才會緊張 不過 在你緊張的當中 你在努力 為了 擱一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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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在那邊做生理 或是做工作 為了要讓自己的肚子吃飽 還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溫暖 但是我們都沒有太高 我們都沒有太高 通常你如果賺一百塊 你實際上才花多少錢 實際上花在我們自己才多少錢 可能一大部分都會叫政府 叫了 但是人家在說 政府所有的都對 你不能說政府的不對 因為政府在做的 都總是對 因為如果沒有政府把我們盜用 我們的變作 都沒有整體 所以在小孩裡面在想 我在國秀 在上課也開始聽老師在說 我們 以前是一個什麼政府 臨時政府 有嗎 有啊 他說我們臺灣 目前就是臨時的政府 臨時政府還沒關係 臨時憲法 臨時的憲法 也有嗎 有 也有臨時的什麼 臨時的道路 人都臨時的 這些東西 為什麼要用臨時 臨時政府 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政府可能來不多久 我們就 我請問想一下 這裡有人聽沒有台語嗎 都有嗎 這樣 高砂族 如果用那個 用華語來發音 那全部都因為我比較用台語來發音 不然我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這樣讓大家都能夠 知道這個定義 好 因為我們這裡要聽得懂 如果我們華語聽得懂的話 那就全部用華語來發音 首先應該要明白說 我們在臺灣這塊土地被人家欺騙的時候 是不是有說是臨時政府 請問你知道臨時政府是做什麼事嗎 不知道 好像什麼事情都可以 只要等到 他們結束了 好我們要做什麼 就都可以 這個叫臨時政府 臨時政府 有沒有永恆性 沒有 臨時憲法是規定說 今天規定你這樣不行 明天可不可以 或許可以了 因為這是臨時條款 臨時的憲法 連道路的名稱都是臨時道路 所以產生在臺灣很多的糾紛 都是這樣 臺灣的糾紛就是都這樣起來 因為我在 我在看都市計畫 我在做這方面工作的時候 發現說原來臺灣有很多的土地 重劃的糾紛 重劃的錯誤 都是因為臨時政府的產生 臨時憲法的規定 產生這些 麒麟地的出現 然後他的規定呢 規定這些好奇怪 為什麼這個有對人靈有幫助嗎 一點幫助都沒有 但是他就決定你 一定要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 那個時候 記得我還小朋友的時候都講到說 聽到很多大人講 說 第一 我們是從中國那邊過來的 因為自從中國淪陷以後 我們整個整個都開始變了 然後政府就逃到臺灣這塊土地 臨時擴遷來臺 那時候我們都不會去想說 奇怪 這個對不對 臨時政府為什麼臨時擴遷到臺灣來 為什麼他臨時不要擴遷到日本去 為什麼臨時不要擴遷到 韓國也好啊 臨時擴遷到任何地點都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到我們這邊來 他說因為臺灣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 哇 就是因為這個條件 讓我們影響到 第一 我們一年要準備怎麼樣 整頓 二年 準備三年就要 做什麼 反攻大陸 以前小時候每次 只要看到那個 十字有兩個的時候 我們都要唱一首歌叫做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而且我還唱這首歌得到冠軍 我覺得很丟臉啊 說奇怪 我唱了這麼多年 為什麼到現在在唱什麼 好像那邊已經不是我們的敵人了 那邊已經不是我們的敵人 那邊變成什麼 我們的 好像敵人又好像朋友 一邊要講說要消滅 萬惡共匯一邊要做什麼 要跟他們兩岸要合併 然後我們的錢 為什麼都到那邊給他們吸走了 還有他們的那邊的人 來到我們這邊用我們的健保 你知道在那邊的那個什麼 從中國來的那些同胞們 拿著他們的身份證不用繳健保費 然後去到榮民總醫院一去 就說我要住院 而且我要開藥開三個月 然後他們就搭車 很快樂的拿著三個月就回家了 三個月的藥多少錢 都不用一毛錢 他們拿到哪裡去 我還看過有一些從那邊來的 聽說是榮民 他們每一天所過的生活都是搭車子 去醫院拿藥 他們的一天一天的生活都是這樣 一次都拿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然後有一次我問他說 伯伯你怎麼拿這麼多藥 你是怎麼樣身體那麼不健康不舒服嗎 他說亂講 我身體好得很 我說你拿這一包藥 可能已經快死掉了才要這一包藥 你怎麼拿這麼多 他說你不知道 我這個要拿到那邊賣給人家的 那你想看看台灣有多少人 因為沒有辦法繳健保會 沒有辦法看病的 他們一個月一天一天 而且不是一個人 是一個團體這樣子 統一搭車 統一靈藥 統一的回家上下班 然後你問他說 伯伯為什麼你們可以這樣 他說我幫你們打共匪 我們很偉大 他說我幫你們打共匪 沒有共匪如果打到這裡 你們就慘了 你們就慘了 所以他說我的原因是 我幫你打共匪 所以在小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聽到這些事情 感覺大人也沒有說不行 小孩子更不要問 如果你問為什麼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 小孩子 不要這麼說話 這樣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的過了 你所賺的錢 賺十塊錢 已經一大部分都到他們的口袋 這是我們台灣曾經 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擁有著說 我幫你們打共匪 這是讓我們這一節課程裡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睡著了 你知道嗎 我們睡著了 你怎麼知道 他而且還講一個非常有趣的理論 他說如果讓全台灣的人都睡著 我想這個可以提倡睡覺運動 讓大家睡得昏昏沉沉 你看這樣可以得到諾貝爾獎 因為全世界的人都來睡覺 不會有人衝突 不會有人糾紛 哇 多好 多和平 多太平 對不對 錯了 我們就是一天一天被這樣子 以為是真的 臨時就變成永恆 以前看到有一個 他們的那些 從那邊過來的朋友 他們也很奇怪 他跟這邊借了一面牆壁 這個不是他的家 他是跟這邊借了一個牆壁 這邊也借了一個牆壁 然後前後門自己把它圍起來 就變成他的家 我們就很奇怪說 這裡為什麼你 我以為就變成你的家 他說 哎呦沒關係啦 這個以後 我們走了以後 這些都你們的 然後他家有很好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他們家很特別 中間有一根電線桿 你看什麼人家有電話條 只有他們家有而已 他們家有一根電線桿 所以我每次去看到他們家 你們家怎麼有電線桿 他也不能拔掉 他不能拔掉 不過久了之後 這根電線桿 變成他們家很好用的東西 因為那個電線一搭線 就有電了 他們家的電都不用錢 然後 他出來外面擺一個攤子 賣面 人家說 你用的電都是政府的電 他說沒有關係啦 反正 我們三年反攻大陸以後 我們這個電線桿就沒有人的 就給你們吧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靠電線桿吃點電 沒有問題的 這是他們中國人的習性 中國人就是這樣 然後你猜看看 他們住多久才離開 到目前要不離開 已經經過四十年了 我今年已經將近五十歲 應該差不多五十年了 都不走 那一塊轉變成他們家 你覺得這些過程裡面 合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因為在台灣有很多人民 根本你一個人沒有去警覺 兩個人沒有去發現 整個就變這樣了 首先 我們來看看 在這種教育體制裡面 台灣有哪些台灣的民謠 台灣的歌曲 每次我看人在唱 那個黃昏的高雄 唱到六尾 這首就變成晉唱 是怎麼晉唱 他說這首 這首歌會令人想起故鄉 想起故鄉 會想起那邊的故鄉 我們在那邊 想起那邊的故鄉 我才想說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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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唱黃昏的故鄉 我們能不能唱 可以啊 因為我們只是離開 本地到台北 離開本地到高雄去都市 所以這首歌情感非常好 但是依照他們的做法裡面 常常都變成了 這個是晉唱 因為令起他們想起家鄉 那我很奇怪的是 他們為什麼想起家鄉不回去 為什麼怎麼不回家 他就跟你說 那邊去給郑菲 那邊 那邊 那邊是你們家啊 你們家在那邊 為什麼跑過來這邊 從來沒人太過 所以這個過程 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產生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他來的時候 很怕我們去排擠他 確實 我聽過一老婆的人在說 那女孩 獨特的在這裡就不嫁那種人 這常常聽到的 說那女孩子獨特的在這裡就不嫁那種 因為那個到底是要怎麼都不知道 也有點蠻恨無理 所以在這種過程裡面 我們都不去想說 他為什麼來到我們這一邊 而且吃我們的 用我們的 然後又比我們的生活更優越 這就很奇怪 為什麼有人的夭食 有人在那邊一腳腳腕 就在那上下班 然後你問他說 伯伯你去上班做什麼 他說沒有辦事 那辦什麼事 沒有事 既然有這種辦公 不知道要辦什麼公 整天坐在那邊 那是早期 後來我們看到以後 會讓他很羨慕說 原來他們要努力讀書 才能跟他們一樣 才坐在辦公室裡面 做辦公文 然後看到小孩子的心態裡面 依我來講 我就很努力的想要認真讀書 然後呢看看有一天能不能跟他們一樣 結果到了高中的時候才發現完全都不一樣 因為他們可以我們不行 因為我從高中加入到他們三民主義以前有這種班 知不知道三民主義講習班 而且我被推拍到反共研究小組 很偉大喔 我是反共研究小組的喔 結果研究了四十幾年 我才研究一年級研究一年 我跟老師提出的老師 我們這個研究小組現在要研究什麼 因為聽一年以來所講的問題 研究小組所講的問題 都一定要先 首先反共研究小組 都一定要唱這首歌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我愛中華 我先放給大家聽聽聽聽 來 我們回憶一下 給你們聽聽聽聽 我愛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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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進去就一定會要唱的歌 我愛中華 我唱了大概一年以後 我跟老師說 老師 我愛中華 但是我覺得有疑問 你們知道什麼疑問 你們知道什麼疑問嗎 不知道 我講給你聽 我說老師 我愛中華 但是中華有沒有愛我 他說 他說 你怎麼會問這麼奇怪的問題呢 政府說做的都是對的 中華 我們要愛中華 我說中華有沒有愛我們 他不敢講 他說 你為什麼覺得中華不愛你嗎 不然你這麼安逸的生活 哪裡來的 我舉出兩個例子 我說 我爸爸媽媽為了 我們的註冊費 傷透腦筋 我看有些人都不用煩惱 他們都說 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註冊都是政府補助 我說為什麼你們可以補助 因為我們是消滅我們公費 他說他們爸爸是打共費 所以他們都可以註冊不用錢 然後顧說 為什麼我們這些生活條件 有的人可以這麼優越 有的人就要拼死拼命 然後我們為什麼 感受不到中華有愛我嗎 那老師引用一句 甘乃迪總統的話 很偉大喔 甘乃迪講過什麼話 他說 小弟弟 小學生 米小學生 他說 同學 你要想看看 甘乃迪總統 偉不偉大 我說很偉大 他講什麼話你知道嗎 他說 我不知道 他說 你不要認為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 要問什麼 你為國家 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 我聽這個事情 感覺好像 我又被騙了一次 我想說 對喔 我們應該要問 我可以為國家做什麼 但是等我想通了 我跟老師講說 老師 我可以為國家消滅萬惡共費 我一聽一下 他說 這永遠做不到 這不要講了 我還提出 他說 老師 我們什麼時候要 反攻大陸 我們研究這麼久 應該要有反攻大陸的動作 他說 你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說 對啊 我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 三民主義講習班 已經研究多久了 他說 四十幾年 我四十幾年 怎麼會不會 這尊嚴的研究 跟他研究不好 要真的反攻過去 他說 小同學 你要怎麼反攻 我覺得 金門那些阿兵哥 衝第一線 我們衝第二線 我的思想也很天真 老師聽聽說 同學 你不要來參加了 你這個 來這裡搗亂而已 我聽得很傷心 我要愛中華 但是中華不讓我愛 然後我要為國家做點事 他卻不讓我做 為什麼 甘乃迪總統的名言 就打破了 接著 去到外面 開始 脫離 掌控之後 奇怪 我才發現 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台灣獨立 聽到很久 我第一次聽到 台灣跟中國沒有關係 我聽到那時候趕快 說好 既然可以這樣 我就覺得 我們跟中國不要有關係 我覺得這才是一條路 但是想想現在 衝了多少年 也三十年 研究 反共統一 研究四十年 再加上 台灣獨立 交至今 也三十年 將近七十年 連一個影子 什麼都沒有 到底要生要活 要死要活 要一句話 是要死要活 要說好 是可以統一 就趕快把他統一 要獨立 趕快要獨立 那是學生的想法 讓我覺得 為什麼到至今 沒有一邊可以 有人這樣 這時候政府很聰明 我們的 萬能的 連能的政府很聰明 他用很多種騙術 又開始騙 他怕你醒來之後 會反抗 所以他開始用一種騙 他用什麼騙 用很多歌曲 用很多娛樂節目 你聽了之後 不知不覺 你就認為 好像對喔 對啊 我們是什麼人 中國人 有沒有人這樣 有 因為 有一天 我在朋友裡面的家庭 看到他每天都 感覺很快樂 每天笑嘻嘻 他就是說 他的人生非常的快樂 因為他每天都會去看一種 叫做爆笑劇 我看他這樣看了 一看一看 看到最後一段 我突然發現 糟糕 這個看十年喔 你自己什麼樣都不知道了 那一段話 我想很多人清楚 我就趕快把這一段 題材 拿來給大家看 大家會在笑聲裡面 但是 你看完他的對話 我不知道你的感覺怎麼樣 不知道的人 以為說 他講話很好笑 不過 當你看完 他們的整個對談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種感覺 我們又被騙了 為什麼 來 我們來看這一段 你可以仔細看他們 兩個人在講話的過程 各位現場的嘉賓們 大家晚安 很高興今天晚上 在這裡見到您 尤其是我 現在站在舞台上 看到 現在站在舞台上 看到 朱哥亮 朱大哥呢 我有一份 莫名的 滿足感 也很高興 我告訴你 這句有什麼意思 我站在旁邊你有滿足感 你的意思是說 我站在旁邊 你會很漂亮這樣 沒有啦 我剛剛講過嘛 我看到你 我很高興 很高興啊 高興 你說很高興就好 你怎麼會說 我站在旁邊你有滿足感 意思 我站在旁邊你的街很漂亮 不可能 我站在旁邊 可能你的家裡會比較高 你怎麼這樣講呢 嘴巴大呢 適合唱歌啦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老婆老婆在生我 一直很不正願 對不對 你們老婆很久來生 我們老婆對你們老婆不對 因為你們老婆 可以去叫外國人來盜藉 我們台灣人 在旁邊生 你有什麼意思 你怎麼這樣子 我說我看到你很高興 一直這樣嗎 你不要說那個話 我來向人 對不對 因為我的臉 我自己了解 我做敏感嘛 你太討厭 我就知道 不是啦 看到你很高興 怎麼會有個原因嗎 看著你 對自己頗為滿意 好 好… 我不要看人家的女婦 嘴巴這麼看 很漂亮 我嘴巴看你什麼事情 我怎麼說什麼事情 我是說老婆 如果要告訴你 老婆人 要嚇你的菜式 比較難嚇 沾不爬 在旁邊 會哭風 你也不用擔心 我又不會去沾你了 嗯… 我還給你沾到 我憑著 我給你撕他 你不用擔心 我如果要沾你 我敢來摸那個拼 摸那個跳 我還是什麼 不叫我怕到 我又關在你買 水落泥吧 我怎麼說就有了 怎麼樣 要怎麼做就來了 沾別的身體 沾別的沾別也吃油 等你 你在把我搶賭 沒有啦 你這是哪一種的 豬哥亮 豬大哥 這麼大的場合 這麼高級的地方 你風門也比較好聽 什麼哪一種的 就沒有在家裡說 應該講說 賴小姐 請問你是哪裡人 這樣才對 哪裡人喔 不是人 是人 喔 什麼人就對了 對啊 哪裡人 是喔 你… 你要問我哪裡人 你是要問我爸爸 是我媽媽 是我阿公 是我阿嬤 不一樣嗎 都說來聽看看 都說來聽看看 你要記住 沒有你的怒氣 聽清楚 我爸爸是美國人 我媽媽是台灣人 兩人結婚後 我才是台灣人 所以我中國人 現在說我爸爸這邊阿公 我爸爸的爸爸就是我阿公 鐵國人 娶我阿嬤美國人 在美國是我爸爸 所以我爸爸生美國人 愛記的齁 這樣我媽媽這邊齁 我外媽就是我媽媽的媽媽 我外媽是日本人 結合台灣人 在台灣是我媽媽 所以我媽媽生台灣人 我爸爸才跟我媽媽結婚 我哪裡有人 你現在知道齁 那我現在要找誰人 我自己在找什麼 喔 我不懂得像別人的來緣 亂這個形的 怕死人 這如果要和你公秦者 財產也不太多賣好 怎麼啊 在台灣跟你們老夫說得好 就去美國家你們老婆看有陰準嗎 買了就去日本請到你們阿嬤 你們阿嬤就好寫了 就去到帝國找你們阿公 請客說不好財產破產 喔喔 喔這我如果帶你 生子 喔那麻煩喔 要被罵 那就流到流 跟台灣罵母罵了 現在就去美國罵老婆 老婆罵了之後 現在就去阿嬤那裡罵喔 去日本喔 日本罵了之後再去美國罵老公 罵到雙人就當兵天王 他要不樂啦 現在回年機都很方便 變那久了 回年機又咳時來罵我三次 罵了會麻煩 喔 我就亂了就行 讓你老婆爭美國人 阿公 德國 阿嬤 日本 媽媽 台灣 你應該老婆 美國人應該要熟老婆的生 你怎麼會生的老婆 是你老婆老婆 嚇死大人沒有同意 要不然等台灣生生的 給生的老婆的求求 說生的老婆這樣 想要生老婆的老婆 要不然請問一下 你是怎麼生的老婆 什麼老婆的老婆 不是啦 我說給你聽 我剛才說的 我們阿公 德國人 對不對 德國人 正經照理說的 我的意思應該是德文 歷陳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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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就是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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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Lichtenberg這個字太長了 翻成中文叫李其頓堡 那李其頓堡呢 再加個佩霞 這名字實在是不好叫 所以我媽媽講說 你既然生在台灣長在台灣 是中國人就應該要有一個中國姓 所以我才打媽媽的姓 你媽媽姓都要打媽媽的姓 但是我一出了台灣之後 我就回到我原來的身份 叫做Tammy Lichtenberg 喔 老婆叫做李其頓堡 對 我的姓 你叫做Tammy 李其頓堡 那媽媽呢 我剛才說給我們阿嬤日本人 所以小時候都叫我媽媽叫Tamiko 喔 這樣就Tammy Lichtenberg 李其頓堡 帶Tamiko 生賴佩霞 好記者不錯 喔 現在加完再打我的聲音就麻煩了 為什麼 就Tammy Lichtenberg 李其頓堡 帶Tamiko 生賴佩霞 叫豬高亮 豬賴佩霞 高亮 啊 如果生賴佩霞 就麻煩了 Tammy Lichtenberg 李其頓堡 帶Tamiko 生賴佩霞 叫豬高亮 豬賴佩霞 高亮的小子 豬賴佩霞 喔 你怕死人啊 阿嬤後過了四個那一堆門牌 不要五六張 不然怎麼寫下去了 啊你... 你又要問我阿伯阿嬤那裡嗎 不用... 不用... 喔 你阿伯阿嬤那裡還說下去 那一堆門牌又叫人來中逢 不用... 好...我不知道怎麼亂這個行 好好了解就好 天咪 熱鬥 來 李其頓堡 近大母親 要唱什麼歌 我唱一首國語老歌 他唱老歌 我們到這裡 我們看到 應該有很大的感想 很大的感觸 就是說 他說他的爺爺是從德國 然後娶美國人的阿嬤 奶奶 生在美國 所以他是什麼人 美國人 因為如果這兩個國家 他願意移居到美國 那當然就是美國人 沒有錯 好 然後他第二個問題是 從美國人的爸爸 娶在台灣的媽媽 生下來的孩子 竟然變成了中國人 而且還要取中國性 當一個美國人 帶一個台灣人 生下來的孩子 竟然變成中國人 我們就是在這種好笑 好笑 感覺幽默 但是一天一天一天過了之後 你會發現說 我們到底是哪裡人 你說中國人的話 那你回去他們會不會熱烈歡迎 他會不會歡迎你 不會 因為他看到 你身上有帶很多的 黃金金飾手飾 記得在二十年前 有一個千島湖事件 他千島湖事件 是台灣人民去到那邊 觀光的時候 竟然把整船的人 全部把他殺掉 全部把他殺掉 然後殺掉之後 全部的手飾手錶 都把他搶光了 都搶光了 然後全部把他死在 那個千島湖裡面 然後就說 好 這個事情到此為止 當很多台灣的家族去抗議 說為什麼是這樣 能可以這樣子嗎 他不要插你了 他不理你 他不理你之後 他還講出一句話說 誰叫你 帶那麼多值錢的東西 難怪我要搶你 好像變得他們比較有道理 他說 你就搶到那麼多價錢的東西 沒辦法我自己唱 我們聽這句話的時候 聽這句話 我們站在台灣這塊土地 你說台灣因為土地太小 所以沒有價值嗎 沒有 全世界沒有這樣 比我們更小的土地 他們都是國家 然後看到這兩位 節目在主持的過程裡面 他們一心一意只看到什麼 只看到說 大家 好像笑來笑去 一方面你看到 左邊這邊的台灣人 左邊這個台灣人 看起來好像比較小 比較沒有水準 另外這邊好像自稱是中國人了 他感覺起來 學問非常好 這造成我們 後代有什麼影響 大家都想當什麼人 中國人 所以到了學校 他把我們現在的語言華語 它叫做國語 全世界的語言裡面 沒有一個語言叫做國語 日文就日文 英文就英文 美語就美語 為什麼我們這個要稱作 華語 要叫做國語 這個很奇怪 當我在那個年紀 我也覺得 對 我們都不知不覺 就是這樣子一直陷入到說 我是中國人 我曾經有一個夢想 想說 在萬里長城的那一邊 那一邊是我們的故鄉 到底那一邊是什麼東西 到底那個過去以後 還有老師都講說 我國的江山那邊多漂亮 多好看 導致今天站在台灣這塊土地 你問他說 台灣最長的一條河 是哪一條河 不知道 中國哪一條河最長 兩條最有名的河流 長江黃河他都知道 為什麼台灣這條佐水溪 它是貫穿整個台灣 縱線 那個橫跨 這麼長的一條 一條河流 而且這條河流 我長大我去把它做一個 分析做一個探討 之後才發現說 這條河孕育了多少 養了多少台灣人民 多少的米是因為這條河 它的養分非常充分 所種的東西 能夠培育多少的台灣人 我們都不知道 而且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發現 這條河的水流 非常非常的喘疾 金削勞 為什麼 因為這條河的源頭 是從玉山這樣子下來的 那這個河流喘疾 有一個什麼好處 它可以帶來很大的肥沃的土壤 而且你看它是混濁 混濁的河水 那是流流來講 不過不會滋生病菌 河流會滋生病菌 是因為它的那個流速緩慢 才會滋生蚊蟲 但是如果很喘流的話 根本不會 所以台灣台灣有這麼好的生活環境 這條河從來沒有人知道 而且還有一段 還有一支山 在我們土地面積這麼小 有很大的山在哪裡 台灣的哪裡 就是玉山 玉山 玉山山脈是全 在一個東南亞裡面 土地面積這麼小 竟然有這麼高4000公尺的 玉山山脈 而且這一段山脈 你可以觀察台灣 跟台灣同緯度的那個土地 不是沙漠 就是荒地 沒有一個翠綠的地方 所以這座玉山它有多好 你可知道 中國那邊有說相關的山 就是喜馬拉雅山 它可以八多塊 差不多爬到3800 34000就爬不起來了 有一次我參 日本朋友去玉山 用開車去 開車這樣子開開開開開到 東普再上去有一個塔塔家 他那邊飆高3200多公尺 他跟我講一句話 非常的訝異 他說全世界能夠站在地球表面 超過3000公尺的 我想不到十萬人 請問全世界有幾億人口 六十億 我竟然在十萬名以內 不用爬耶 坐車就夠有 而且那個地方 非常的漂亮 卡塔家 台灣有這麼好的山 有這麼好的水 培育出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的下一代都不知道 我們後一代全部 對著這個河流 怎麼流怎麼走 他都完全不知道 因為台灣 他都看著說這台灣很少 比較不嫌棄 錯誤了 所以在我們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每一次 再經過這種言論講講講講講到最後 直到 我們男生去做兵 男生去當兵 又再被騙一次最大的 同樣 同樣 除了唱我愛中華之外 還要叫你做什麼 呼口號 應該呼口號知道吧 我們來看看這個呼口號 你不知道怎麼喊過 但是 你看看這個呼口號到最後 這個呼口號只有四句話 四句話 這個我喊了 將近兩年 將近一年十個月 我輔導長 每次在那點名 早上點名 發一次 晚上晚點名又發一次 都發什麼 我覺得發這四行 只有前面那兩項 好像比較做得到 後面那些都說 到現在 你如果去跟馬先生說 我們來實行 後面那兩個好不好 他會罵你說 你是瘋子 但是我們喊了多久 聽說 從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爭兵以來 這句話 前面那兩句奉行三民主義 我在想 你知道三民主義是什麼嗎 民族 民權 民生 我都讀得非常清楚 民族主義在追求 國際地位平等 這句話很好喔 民族主義就是在追求 國際地位平等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這也是我心裡想要的 但是 你的國際地位平等嗎 如果平等的話 像我們去菲律賓 就讓他打下去 都不能打 我們去參加奧運 比賽明明 我們就賺贏的人 叫人 叫人那個 姓姓姓姓白 白先生 吳先生 叫他要吞下去 那些選手 去奧運 打贏了 打贏了 結果 叫他吞下去 不可以抗議 國際地位 這樣國際地位還有平等 為什麼 我們每一次 去奧運 比賽都走一支 叫做中華台北 為什麼 這有平等 沒有 我曾經慢慢問過老師說 老師 為什麼 怎麼走一支 中華台北為什麼 老師如果不懂 老師都不懂 他也亂教你一探 他也隨便教你 講一個理由說 因為我們中國就是跟台灣 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跟中國 就是兩個很接近 所以呢 要用一個區分 不要跟他們混淆 這樣子 老師 那我覺得應該改中華藍隊 中華白隊 他們藍隊 我們白隊 這樣也可以 他說不行 那個是啦啦隊 那不然改成什麼 改成 為什麼每次都中華台北 應該 看看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中華台中 台中也不錯啊對不對 還可以 改天 下一次就變成中華高雄 也很好啊 每一個十六個縣市 大家輪流 中華新竹 中華苗栗 這樣不是更好嗎 為什麼每次都中華台北 老師也不知道 但是他講的理由 非常好笑 他說 因為 我們為了要防止 中共的 打壓 喔 這句話 要奉機共要給我們打 所以 我們要改名稱 怎麼有人這樣 有人這樣子嗎 有人這樣子嗎 有一個人去人家說 欸 你叫什麼名 他說 不行 你不能叫什麼 你不能姓張 你要改名字 你唯不 不行啊 我姓這個姓就是本來的 所以你說 民族主義是追求國際地位平等 這個就是騙人的 因為本身 這就不一定了 再來這個民族主義 再來就是民權 民權主義 知道這樣追求什麼嗎 民權主義就是說 追求 在這個地區裡面的 權利平等 你想看看 我們的權利平等 你認為有平等嗎 沒有 我記得 每次 你看人在考那個 公務機關 我就感覺說 奇怪 奇怪啊 為什麼 我們來這個地方 受訓的同學 有的 那考試都很纏慢 考的高考 基本就不對 根本考不上 我跟他說 根本考不上 我們同學有的 成績都不相上下 應該這個應該 應該會上 我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說奇怪 你們這種肉咖 為什麼可以進來這裡 他跟你講一句很驕傲的話 他說 我是湖南代表 這樣喔 喔 你呢 我廣東代表 廣東代表 原來我才知道 所有公務機關裡面是依 整個中國的人口數 你佔幾分之幾 請問台灣才佔幾分之幾 佔不到1% 等於是36個人裡面 才一個台灣人 其他都可以用代表 用代表 還有蒙古代表 還有蒙古代表 蒙古 不知道是誰的 為什麼沒有英國代表 蒙古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對啊 但是 在我們的教育 教科書裡面 所改 中國 那領土揹出來 蒙古是裡面的一部分 他說 我國的江山就像秋海棠葉 我感覺那時候 我也感覺很驕傲 但是 現在長大之後 才發現說 原來那都是騙人 因為 那地藏就被人 蒙古國 早就不是中國 為什麼要把他騙 那這樣 那外連的 蘇聯的 西伯利亞都把他騙進來 用圍比較快 這樣就很大塊 對不對 但是 他用這樣的方式 給你一段一段 讓你 不知道 什麼叫平等 我們也不知道 那個平等 基礎點是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再來 民生主義是追求什麼 民生主義是追求 人民的生活條件平等 請問 你有發現 現在 每個月自殺率 多少人嗎 以前 我如果看到人在說 因為他的 他的什麼 他的女朋友 對人走 就吃太不開 不敢吃香蕉皮 就去跳 那種死亡率 比較多 就是說 男女朋友分開了以後 結果他 不敢吃香蕉皮 就跳河 這種死亡的最多 但是現在 為什麼可以死 現在是因為怎麼樣 為了什麼原因來死 來自殺 你知道最近 什麼原因自殺 一個月多少人 有都不敢講 中間都是因為失業 本來 他做完 做到樓 結果明天 無薪假 無薪假之後 我們就變成沒有收入 想到明天沒有未來 他就去跳 跳河 可能比較少 現在都流行 什麼 因為 燒炭 跳樓都有 他們是燒炭 最好戲的 所以你看到說 全世界 全世界 有人在那裡 你如果說 我要來烤肉 買一包木炭起來 他跟你說 請珍惜生命 買一包火團 跟生命珍惜 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 我就問老闆說 老闆 為什麼這包木炭裡面 要說 請珍惜生命 他說 大家都知道吧 為什麼 對不對 所以呢 根據這樣子 計算出來 整個台灣 一個月裡面 統計出來 上個月跟這個月 總共有 每一個月都有 三千多人 因為失業而自殺 都因為沒有工作而自殺 然後政府只會 那個馬先生 好像說一句 什麼 說一句 說 哎呀 請珍惜生命 由而且 他還 用了一支號碼 什麼 1995 他翻譯做什麼 應久救我 那沒找 那沒好 那卡了 他會給你買 自己想辦法 頂多這樣而已 所以在我們整個制度裡面 我們現在 台灣 所有的人 應該是慢慢要清醒過來了 我們應該不用再消滅 因為那些東西 帶就不去 你知道 小時候 我要做學生的時候 我每次看到 什麼會給我 很吸引你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話 最吸引我嗎 就是 檢舉匪諜 人人有責 這句話不重要 後面那句 比較重要 他說 檢舉匪諜 破案獎金 五十萬 我轉天 我就說 我爸爸工作那麼辛苦 我如果抓到一個飛蛇 可以五十萬 我爸爸要做多久呢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每天在抓飛蛇 抓到這尊 一個就抓不到 真的抓到這尊 抓不到一個 有一次準備快抓到了 他告訴我那不是飛蛇 在幾年前 一個聖誕的 叫做陳雲林 那是飛蛇 那是飛蛇 我告訴我 飛蛇來到台灣 警察告訴我 那個不是飛蛇 我不知道飛蛇是真的 難怪我抓了五十幾年 用那五十年抓不到一個 所以五十萬到現在賺不到 所以有這些例子裡面 你知道台灣人只有在那 被騙的這樣子團團轉了以後 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說 我們大部分的生命都在做什麼 都在這邊這樣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隨便用一個名詞給你 你就可以繞了一大圈 今天講還公復國 明天就講說 要跟中國相親相愛 那個會亂掉 現在一位姓馬的先生 他也講說 我們跟中國要結成好朋友 他不是共匪 他是什麼 他是我們的同胞 那是你們的同胞 不是我們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我們 從 我接觸到 台灣的真正地位 台灣的真正地位 我才發現 原來 我們都不是中國人 我可以講說 我不是 至少我不是 因為呢 我的爸爸就住在這裡 我的阿公也住在這裡 我的阿祖 我問過了也都住在這裡 我的周台 沒有表示 但是我想 應該也都住在這裡 那都住在這裡 為什麼會變成中國人 這個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 然後到最後 你經過這些事情以後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下一代 的孩子 你要給他什麼東西 你能夠給他的什麼東西 可以勇敢的說 你讀的這個東西錯了 有一次 我的孩子也講說 爸爸 10月20號是不是光復節 我說不對 結果他考試說 這樣子錯了 我說沒有關係 那個錯的分數不重要 重要的話 你敢不敢 因為一個真理 去跟這個現實 當然你要衡量一下 你為了讓你的孩子 能夠考一百分 然後從這個 中 那個台灣的光復節 10月20號對不對 你如果 寧可說這個分數 對我不重要 我覺得 腦筋裡面的 頭腦裡面的真理 才重要的話 你應該很勇敢講說 那個不對 那他還問說 國父是誰 他說台灣目前沒有國父 但是他們都說 國父是誰 孫先生 他是國父嗎 我只簡單寫兩段話 說你去問你們老師看看 第一段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請問 國父應該要 埋在哪裡 埋在別的國家 還是自己國家 當然是自己國家 對不對 那麼他埋在哪裡 他是埋在美國的 潭香山 那為什麼 哪有國父埋在別人的家裡面 不可能吧 然後 你說那個孫先生是國父 他做了什麼事 他什麼事都沒有做 可以知道的一件很清楚說 孫先生呢 到他死的那一天 他自己當國父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個國父是怎麼來的 是人家把他塑造出來的 而且在中國的歷史裡面 很多看到那些 喔 難道中國的小孩子 比較優秀嗎 沒有 為什麼 一位信講的小朋友 他蹲在河邊 看那個魚 在那邊游來游去 一直往上衝 一直往上衝 結果他就想說 他要建立 革命要做一個偉大的人 他看了很感動 如果是我看到 我要把他 那個魚把他撈起來 為什麼一個小朋友 他有那麼多 我那時候小時候也想 奇怪 為什麼信講的小時候 跟我的年紀一樣 他就這樣往上衝 看那個魚 往上衝 他可以得到那麼大的啟示 而我看到 這個頭回來做很好喔 兩個觀念不一樣 但是 你想信講的有這樣子嗎 沒有 而且他要蹲在哪一條河 我想 我想在他那個年紀 跟我一樣 他如果看到魚在那裡 在撈 一定 想得高一點 比較快 但是 我們經過我們的教育 裡面 我們的教育 都變成 讓我們一直 繞圈圈 繞了一段段的時間 我們自己都 連大人不知不覺都變了 我們自己連大人都不知道 到底為了什麼 大人有時候講話 自己都已經陷入這個陷阱裡面 講話有點誇大 我記得 在我村莊的時候 你覺得說謊話是不對的 但是說誠實可不可以 也不行 也不行 也不能說老實話 因為我就是都說老實話 我常常去用巴 常常被人家打 去用巴下去 為什麼 有一次我也覺得我沒有不對 我們隔壁有的種田 種到種田 田裡回來 就在那裡黏 一直黏 我以前太厲害 你看 我以前 那種田地來 我都這樣 這個人 而且他還說了一句 非常不雅的話 就是什麼 他說 他說 他把那個LP 打開 切包都把他扛回來 他說這樣 真的喔 他說 他藍爬打開 我要把他扛回來 我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那個東西 打開 還會產生那麼大的力量 我想了好久 回去一次 那些哀怨的時候 哎呀 差點了 風太要再來 沒人肚子幫他倒更 我去給他做一個良心的建議 我說 阿伯 我告訴你 你再打開一次 你打開 打開就好 為什麼這次 硬感也好 他打開就好 跟我說下去 我講實話 變成這樣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小孩子 不知道要怎麼去應對 怎麼覺得奇怪 你說是對還是不對 我認為我沒有錯啊 你們認為我哪裡有錯嗎 沒有錯啊 不過我就去說 說到說 他說我沒大沒小 我奇怪 這句話你自己說的 為什麼是我呢 不對吧 這不是我的問題喔 你丁肺就說你這樣 那你這次應該也可以啊 你這個問題 讓我思考很久 像你說之後 我一直想想很久 奇怪 為什麼人類 女生要怎麼 我想女生都沒力 讓我想了好久 這就是我們台灣 一直在教育裡面 產生很大的衝擊 但是我們把這個矛盾 都放在心裡面 沒有人去求證 也不願意去把它追尋 這個真正答案出來 聽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就說 喔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都很低俗 很落伍 我們就覺得台灣都很落伍 中國非常偉大 所以從言語上 已經產生 叫做台灣風俗 台灣都變成風俗 為什麼中國就是文化 兩個差距好大 風俗好像是一般民間記載 文化是那個正統的記載 不過我看到中國那些 為什麼他的歷史都全部 講到中國的歷史 全部都講到皇帝 偉人 孔子 孟子 什麼什麼什麼 為什麼沒有平民的記載 難道來百姓都沒有事情可以記載的嗎 沒有吧 不可能 所以反觀過來看到台灣 為什麼台灣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歷史 也覺得他們也很感動 尤其是在台灣的原住民部落裡面 因為我有機會在那邊生活了十幾年 我也發現說他們的生活 好像跟我的那個生活 非常的讓我喜歡 因為這才是真正台灣人的本性 因為是這個關係 我覺得台灣人應該有台灣非常好的一面 我看到在南投信義鄉的部落裡面 有一天我看到他們的家庭 我覺得奇怪為什麼你們可以把 為什麼中國來到台灣的教育 竟然這麼的教育成功 他們家掛了三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就是阿公的照片 他穿著他的不論布農族的勇士裝 在打什麼你知道嗎 布農的戰士 他在對抗日本 阿公偉大喔 結果到爸爸的時候 他穿了日本的軍服 他是偉大的日本軍人 他替日本 結果到了他的兒子 奇怪 他穿了一身綠色的中華民國 在 如果我再想起來的話 他就說 阿公好像在打爸爸 爸爸在打兒子 所以他們怎麼有這種打法 如果你把三張擺在一起 好像是那個阿公 布農族 穿著布農的戰士裝 在對抗日本 在打爸爸 爸爸又在打什麼 兒子又打爸爸 打日本 三人都在想打 奇怪 這三個人的關係是什麼 好奇怪 但是這個矛盾 永遠在我們心中 都解不開 只跟你講說 我們都是什麼 中國人 有那麼奇怪嗎 中國人 這句話 導致我們 一直認為 你可以想一件事 從清朝開始 到明朝 清朝 明朝 他們兩代有沒有同樣的種族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嗎 不是 應該是我把你推倒 對不對 然後從了 一位姓孫的先生 聽說是 推翻那個 滿清政府 那位孫先生 他跟滿清是好朋友嗎 但是他把他推倒之後 他最厲害 一位姓蔣的 他就說 我們都是五千多年的 中華民族 你會同意嗎 當然不同意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久 清朝跟明朝兩個都在對立 明朝在上去都 每一個朝代都一直對立下來 哪有你全部把它包容起來 這個叫做中華民族 有五千多年的歷史 但是如果你真正要成為這是歷史的話 你難道不會發現說 那他們五千多年的歷史 只記載了一件事 真實的 叫做 逗 逗爭的逗 每一個朝代每一個朝代都在逗 沒有一個朝代是停止的 這就是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發現在台灣很多部落裡面 我覺得他們非常可愛 也覺得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地方 這才是我們真正台灣原有的文化 無價之寶 這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他們沒有那個仇恨很強 他們的仇恨心不會很強 我也看過兩個人本來在這邊 因為有點衝突在那邊罵來罵去 結果有一個人喝醉酒 跌到那個水溝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馬上跑過去還問他 你還沒有活著啊 然後趕快把他拉起來 尤其他們的文化 那個才叫真正我們應該去保留的東西 在台灣這種東西 為什麼一直去摧毀掉 我又去問那很多阿公阿嬤 甚至已經做了做 做阿祖 我說阿嬤 你們聽說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我都叫他環 我說阿嬤 你聽說 你們這邊有 以前你們都有砍那個人頭來吃對不對 他不回答我 他不要給我贏 他只看一看 我再問一次 我再問一次 我繼續想問說 阿嬤 聽說你們以前都吃那個人頭 對不對 有沒有 他說 他回答我說 你要不要我砍一顆給你 我說我不要 他說你都不要為什麼我們要吃 你都不要吃為什麼我們要吃 所以才知道說原來他們的那一種 以為是死人主 其實台灣沒有這種 也沒有這種 鬥爭 我才清清楚楚的明白 在台灣如果我們要發掘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將真正台灣的寶藏都把它弄丟了 都讓它不見了 你們有聽過台灣真正的聲音嗎 從玉山唱出來的 我講到這個過程裡面 是我曾經在東浦國小 看到他們在練習合唱的時候 我記得那一年 是2001年吧 那個時候 我發現他們很多小朋友都在唱歌 然後唱到最後 他們曾經也去派代表要去比賽 結果比賽最後你知道第幾名嗎 不得名沒有名次 跟台北兒童 市立兒童 合唱團 比賽下去 結果沒有得名 他們整群回來就回來 就比不過人家 不過 有位那個校長 他還是不死心 他覺得說我們不要在這裡比 我們到別的地方去比 結果比完之後 他們去到福利賓 比的意思就是去那邊比賽 結果他們是抽到最後一個順序 他講那個感覺給我聽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很不錯 那些小朋友 看到整個他們去到比賽現場 也看到台北市立 曾經跟他們比賽過的 比輸的 他們贏了我們輸了 那個時候很多 小朋友都說 校長老師我們不要去了 我們可能會輸給他們 因為上次就輸給他們了 我們這次怎麼會贏呢 你知道台灣去的兩個團體 第一團體是台北市立兒童合唱團 看到他們沒有穿鞋子 結果有人講說 他們都說我們沒有穿鞋子 怎麼比得贏他們呢 那個校長就說 你們不要擔心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 把玉山的聲音唱給全世界聽就好了 這樣就夠了 沒有想到他們排排排排到最後 結果他們 本來評審都已經 頻道已經都很厭倦了 聽到他們歌聲一出來 全部的評審都醒過來 而且大家都從頭到尾聽說 這是哪裡來的 台灣 台灣為什麼有這樣好的歌聲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先來聽這一首 從台灣布農族裡面 所演唱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的歌聲真的讓我聽過好多次 很不錯 我們來一起欣賞 有音樂開始你們就要動了 不要看 當然要唱啊 前面一小段 很輕鬆的唱看看 來 楊安 你不要看下面的 很輕鬆 你的皮膚嘛 看這邊 來 來 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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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全世界有 全世界只有我們這裡有而已 但是當他們有一次 在東普國小他們被邀請 那時候我在羅納部落 看到他們整個村莊好高興 我說你們要去做什麼 他說我們自從阿扁總統 阿扁先生在就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他有邀請我們去演唱 結果聽說那個柯林頓總統 沒有聽到非常的懊悔 然後柯林頓總統就說 沒有關係 我請他們來美國唱 他們在高興 他們整團要帶到美國 結果他們真的去了 當他們去的時候 唱完給柯林頓總統 還有夫人 柯林頓夫人就問他說 你們太好了 你們這個歌聲 你們國家用多少機會栽培你們 一個傻小胖胖的 跟他說沒有 很乾脆的講了 他講說沒有 沒有怎麼有辦法這樣唱 然後柯林頓夫人就跟他講說 那不然這樣好不好 你們全部留在美國 我幫你們訓練 你知道這是我們台灣的精神 他跟他說 其中一個小朋友跟他講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優秀的人才 都要來到美國 為什麼我們部落的小孩 都要來到美國 我們要留在自己的家鄉唱歌不行嗎 你知道柯林頓夫人給他道歉 說對不起 我們不能將你們那麼好的東西拿到我們自己國家來 但是回頭看過來 我們有去保存他嗎 沒有 我希望你和我都有承擔這個使命 我們既然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想當我們接掌台灣真正政權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記住 台灣有很多很多的保障 我們共同來把它保存 留給我們下一代 這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那今天我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